法国的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遭遇恐怖袭击 也激发世界各地漫画家强烈反弹 以手中的画笔作为捍卫言论自由的武器 其中不乏中国大陆的漫画家 各界也关注到他们的生存环境 正受到另一种形式的恐怖威胁 声援《查理周刊》法国民众举起笔 象征捍卫言论自由 而世界各地的漫画家也笔根不错 在澳大利亚画家的笔下 恐怖分子说是他先拔的枪 所谓的枪是倒在血泊里的画家之笔 荷兰漫画家取材于911恐怖袭击 如今恐怖分子的目标是两支树立的铅笔 这幅漫画则借近ISO恐怖组织屠杀美国记者 画中的恐怖分子对着铅笔自言自语 怎么我越削它越锋利 英国画家的寓意是 昨天完整的铅笔 今天被折成两截 但明天每个残缺的铅笔 都会变成一个新的个体 世界各地的漫画家力挺言论自由 中国漫画家也不缺席 这幅漫画的标题叫做红与黑 这幅来自于中国漫画家变态辣椒 恐怖分子手指铅笔大叫 发现武器 各地的漫画家自称我是查理 但一位大陆知名漫画家也巧妙地点出自己的处境 我是查理 被警察请喝茶的茶 茶的就是你 中国漫画家自由创作就可能面临查封打压 被誉为中国大陆动漫天王之一的郭敬雄 国内国外屡获顶级奖项 自由创作的权利却一度被剥夺 这股打压创意工作者的压力 过去一年有增无减 据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组织统计 去年中国拘禁了44名媒体工作者 其中29人被冠上所谓反政府的名义 是全世界监禁媒体人员最多的国家 网友说恐怖分子的鲜明特征就是 你不同意我我就杀了你 海外媒体自由的最大威胁是蒙面武装分子 而在中国大陆最大的威胁却来自于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 言论自由遭受越来越多的威胁 各国民众举起笔 就是要向暴力与暴政说不 守护普世的自由与尊严 金棠记者玲瀾纽约报道 炸亚 Viele 炸 炸